好 那接下來我們來關心 這個台海危機 到底現在是一個 什麼樣的氛圍呢 是政治氛圍呢 還是所謂的準戰爭氛圍呢 我們先來看到 就是有關於大陸解放軍機 擾台的事件 今天包括陸委會主委 以及我們國防部長 都做出了回應 我們先帶你來看 這個架次來台灣有多少呢 解放軍機從10月1號 到10月4號 一共149架次擾台 那麼後續解放軍機 也是持續的來經過了 台灣的ADIZ區 那麼邱泰山陸委會主委 他是認為說 以超量的架次來看 他覺得這已經達到了 準戰爭狀態的布局 所以也引發了各界關注 會不會兩岸危機 有所謂的一觸即發呢 現在已經到了 這麼緊繃的一個狀態嗎 那麼至於國防部長呢 他今天表示說 戰爭要師出有名 他說中華民國絕對不起戰 還說如果我方有任何的動作 讓對方以此為藉口的話 我們也招架不住 然後解放軍一旦有軍事行動 我們的戰機也不是塑膠機 擺著不動的 好 但是問到了關鍵的問題 美國國防部 在12號的記者會上 其實有警告北京 停止對台灣的所有威嚇跟挑釁 美國就呼籲大陸停止這些行為 認為如果繼續下去 會提高誤判的風險 認為說北京應該要遵守 並且和平的來處理兩岸的問題 那今天記者也提問了 美軍是否駐台呢 那麼美國國防部 則是沒有做出正面回應 好 那另外我們就來看了白宮發言人 白宮怎麼看待兩岸危機呢 莎琪今天在白宮的例行的媒體簡報當中 就被問到了 那請問美國會不會遵循台灣關係法 做出承諾呢 那麼在台灣如果說遭到了攻擊 會派遣美軍來協防呢 好 話說的白一點就是 兩岸如果發生危機 美國爸爸會來嗎 莎琪首先重申 美國對台承諾又是這四個字 堅若磐石 那麼他說美國會持續的來協助台灣 維持足夠的自我防衛能力 好 這個句話其實講的 你可以解讀為兩樣 就是如何來協助台灣 自我防衛能力 包括軍售 也是協助我們自我防衛能力 但問題是 如果我們自己 Hold不住的時候 你們會來嗎 白宮發言人表示 持續反對 片面改變現狀 那另外就是 美國智庫就有一份民調了 到底台灣人感覺 感受上是如何呢 這份民調中顯示 台灣人對潛在的衝突 其實是擔憂的 比一般認為的還要更加強烈 而我們的防衛能力 和我們提供的 我們會保護台灣 保護台灣的 我們會保護 我們會繼續支持 台灣的自我防衛 而我們會繼續 支持 任何一旦的改變 到的 一旦的 其實在昨天還有一個 重磅消息 也登上了微博的熱搜榜 就是俄羅斯總統普丁 公開發言說 大陸沒有必要 武力統一 透過增強經濟力 就可以達成國家的目標 他說沒有軍事衝突的可能 時事評論員謝寒冰就分析 這就是告訴外界說 這裡不會打起來嗎 那麼普丁還講到了南海 他說南海就應該由 區域裡頭的國家去處理 區域外的國家就別來插手了 而區域外的國家是誰呢 當然值得有很多 包含了最近艦隊 頻頻的到沖繩來的 美國 英國還有澳洲 在俄羅斯的一個能源論壇上面 普丁講的 當然這是主持人問他的時候 他特別這樣回答的 你說他的重點是在這個地方嗎 其實我倒不是 我覺得普丁沒有把整個重心 放在這件事情上 這只是要順應他的一個回答 因為人家問他說 台海之間局勢這麼緊張 大陸難道會用武力統一台灣嗎 他就回答說我覺得大陸根本不需要動武 為什麼 因為他理由很簡單 他舉個例子就是 中大陸現在經濟強權 他在人均 他在購買力上面 已經超過了美國了 然後他甚至是世界第一大市場 他覺得 他覺得大陸光靠經濟的實力 就可以慢慢慢慢達成 他想要的國家目標 他沒有明講國家目標是什麼 但是外界認為說 他講的國家目標就是統一 應該是這個目標 所以他認為說 習近平在最近也有講話說 因為習近平他也講在重申說 兩岸之間就是要和平統一 要一國兩制 所以他認為中國大陸 第一個他沒有採取武力的理由 第二個他認為 中國大陸光靠經濟實力 就應該可以達成兩岸之間的統一 所以他認為中國大陸 根本沒必要幹這件事 他講這個目的是什麼 是告訴記者說 你們不要認為這邊會發生戰爭 這邊不會打起來的 他其實要講的是這個 其實我覺得他真的要講的目的 就是說真的你們不用擔心 他認為不會打 因為中國大陸沒有必要 去做這件事情 而且我這也認為 對中國大陸來講 現階段其實最重要的任務 是發展經濟 是繼續貫徹到一帶一路的意志 等到他在經濟上 真的能夠達到 重新恢復到以前華人 在世界上的水準 你要知道華人在歷史上 曾經占到全世界GDP 百分之四十 百分之六十 如果他真的能夠 重新恢復到那個水準 那個當然所有的事情 都是水到渠成 他根本沒有必要去幹這件事 我覺得府一定要表達他這個意思 其實他順道還表達另外一個意思 也就是其實那組織 要問他南海的問題 南海的問題就是說 真的南海的話 中國大陸一直在伸張他的主權 這樣子到時候 會不會南海也會爆發戰爭 結果他說其實很簡單 南海對我們俄羅斯來講 南海應該就讓區內的國家 去談他自己的事情 你區外的國家就不要插手 就不要插手 區外國家是誰 就美國 叫你美國 澳洲 日本 你們不要進來 南海這邊的國家來談 這樣有什麼好處 這樣俄羅斯就可以插一腳 所以其他目的是這樣子 所以普丁從頭到尾 就是站在俄羅斯的立場 去看這個世界 怎麼樣對俄羅斯有利 他就講對俄羅斯有利的話 所以我真的覺得 各界不要解讀太離奇了 一樣ещ複密的親密傍 不會拿來 誰也會嘗試 給我一堂 我可以解讀太離奇了 我能插一條 感谢观看